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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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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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他的普攻和Q技能 由于两者有联动 我们放在一起来讲 鲜海的普通攻击为三段伤害 速度极快 倍率极高 他的普通倍率为目前所有法系角色中最高的 而且出手极快 不到两秒就能打完一个循环 然后再来看看鲜海的Q技能 海人话语 18秒冷却 持续10秒 需要70点能量 Q技能会为鲜海提供三种buff 第一个是使鲜海的普攻和异技能都会得到伤害提升 提升量取决于鲜海的血量 八级技能时 一个4万血的鲜海开启Q技能时 普通伤害会增加约3100点 重机增加约4360点 水母一次波约伤害增加约4550点 增加的幅度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单从伤害数值上来看 还是达不到一流C的水准 第二个是使鲜海的普攻还会为队伍中其他角色恢复血量 八级时4万血的鲜海每一次普攻至少会恢复650点 第三个则是大幅度增加鲜海的抗打断能力 并且使鲜海能够在海面上行走 渡海真军的竞争又激烈了起来 另外鲜海还有4个天赋 一个是释放Q技能后 如果场上有异技能的水母 则会重置水母的存在时间 意思是水母可以存在12秒 如果在第11秒开启Q技能 那么水母又可以存在12秒 理论上啊 只要鲜海的大招够快 那么场上就可以一直存在水母 但是这个天赋是重置存在时间 而不是重置技能冷却 这就要求我们在适合的时间使用Q技能 早了就浪费了原本的持续时间 晚了水母就消失了 最好的利用鲜海的这个天赋的方式就是 第一步 鲜海上场释放异技能 第二步 切换其他角色 释放他们的技能 同时将这个流程控制在12秒之内 第三步 切回鲜海开Q 重置水母的存在时间 至于要不要鲜海战场输出 这要看鲜海在这个队伍中的具体作用是怎么了 如果只是用鲜海来治疗 那就可以直接将他换下去 如果是要战场输出 那么就让鲜海在场上打 直到异技能的冷却时间好 释放异技能后再下场 第二个天赋是基于鲜海的治疗加成的15% 提高Q技能状态下 鲜海的普攻伤害和重机伤害 由于治疗加成 这仅在头部和心武修武器不灭月华中存在 所以这时属于一个提高专武地位的天赋 意义不大 第三个天赋 降低队伍有游泳的体力消耗 探索天赋 暂且掠过 第四个天赋最有意思 增加治疗加成25% 同时降低暴击率100% 换句话说 就是双暴属性对于鲜海完全无用 所以鲜海的深游物不必再纠结所谓的极品 刷风本石 顺道铲除的少女套就可以给鲜海使用了 虽然命座这个事跟平民没什么关系 但保不齐十连双簧呢 身边我们也看一下 鲜海是不是会跟雷神的二命一样 低命座就有巨大提升呢 好家伙 不看不知道 提升最大的命座原来是 一命 一命 Q技能状态下 鲜海的普攻最后一击会造成额外生命值上限30%的水元素伤害 且此次伤害不被视为普通攻击伤害 四万血这次伤害就有12000点 数值惊人不说 而且此次伤害还不算普攻 可以独立触发各种反应 提升惊人 二命 增强鲜海的回复量 怎么说呢 鲜海的奶量已经足够了 除非出一个剩一物 再将过深的奶量转化为伤害 否则奶的带多又有什么用呢 三五命 提升技能等级 越过 四命 提高Q技能状态下鲜海的攻击速度 并且在普通攻击时会恢复能量 每0.2秒恢复一次 Q技能持续10秒 理论上最多恢复40点能量 这个回复量还是挺多的 是一个保证主C鲜海 能够持续开大的核心运作 六命提高40%水元素加成 提升幅度一般 可见一命是提升最大 如果有限抽到 就可以考虑用鲜海来打战场C啦 否则的话 还是建议让鲜海安心治疗 发挥它奶浊水元素附着充分的特点 武器选择 新武型武器不秘月华为专属武器 所有法系武器中 唯一一个带有治疗加成属性的武器 而治疗加成是可以被鲜海天赋转化为普攻伤害的 带不秘月华肯定是最优的 但是前面也说了 战场C鲜海并不出众 所以不必花大价钱为它去筹办专武 武型武器天空之卷也可以使用 即使没有武型法器 四星的四座金破 三星的讨龙英杰坛都是可以使用的 其中四座金破非常适合鲜海使用 强烈推荐 这衣物可以从水套 少女套和千岩套 任选2加2或者四套佩戴 四水套更拼向于战场 这人还是更倾向于佩戴四千岩或者是少女千岩2加2 齐椎选择上的锄头部为治疗加成万 其他均为生命即可 关于鲜海的配对给出两种思路 第一种为战场输出 这种鲜海首先需要考虑Q技能的充能问题 鲜海的异技能产球很少 其实点能量需求在没有四面的情况下会异常艰难 所以雷神是这种鲜海的最佳拍档 同时雷神的异技能可以提供充足的雷元素 使得鲜海可以源源不断地打出感电反应 解决AOE不足的问题 如果没有雷神 那么雷主也可以替补登场 这种队伍为鲜海加雷神加正义雷系角色加辅助 较高的配置为鲜海雷神九条万叶 第二种思路是将鲜海作为提供水元素的副C 以勇动队为最佑 常见配队为神里或者甘雨加鲜海加任意兵系角色加辅助 比较高的配置为神里加鲜海加铜云加万叶或者温迪 铜云加鲜海加凯亚的组合也是相当不错的 输出环境会非常安稳 另外呢 鲜海也可以单纯作为奶妈丢到任意队伍当中 简单方便 即差即用 小护工鲜海是一根奶量极高的水属性角色 在治疗方面 它的奶量不比钟离的盾少 但是在目前的原神环境中 治疗其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技术 食物等各种手段降低对奶量的需求 而护盾则拥有免疫打断 击飞的效果 套好了护盾 我们的输出就可以打完 这是单纯的治疗无法比拟的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目前原神的高压环境太少了 而游戏列前又决定他不能够出现这样的高压环境 因此缺少辅助能力的奶妈是注定会悲剧的 但是 商户工鲜海的两秒烧水能力给他出入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对于行丘的需求 在自身拥有一定输出能力的情况下 鲜海还是有开发的空间的 万一以后处理一套治疗跟伤害挂钩的剩余物呢 好啦 本期平民之有之 商户工鲜海就到这里啦 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哟 未来呢 亭迪教化阶还会带来更多更好的原始视频 感兴趣的观众记得关注一键三连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